我们看这一题 这里他说 根据市场调查 一个手机调试 如果卖100人 这是单价 一个手代表单价 卖100人的话 这个时候会有120人购买 这个是人数 就这一点 单价是100的话 买的人数会有120人 如果售价减少10人 减少10人的话 就变成90 这里如果是90的话 这个时候 他会增加30人 增加30人 120加30就150 也就是这一点 这一点 好 那么他会说 试问 第一个 手机调试售价有多少年的时候 收入 我就收入的话 我叫M Money 会等于14400 我就当X等于多少的时候 售价会等于1440 好 那现在的话 这个单价跟购买人数的关系 是呈现线的关系 通过这两点 通过这两点 那现在的话 我们来看看 这个人数 购买人数 把它写成呢 这个单价的函数 好 那现在通过这一点跟这一点 那就Y 减多少呢 减这一点 Y做标是120 嗯 120 嗯 就写出来 好 那等于多少 等于协力 协力的话 就多少呢 就是这个 这是-30 -30 -30 那这是10 这个是10 协力是-3 然后X-3 然后X-3 减这一点的座标是-4 那这个我们称为2.4 直线华能式的2.4 好 那人数的话 跟前数的关系 就算出来了 Y-3 -3 X 那这里的话 这三消掉 这是正300 300加120 就420 就420 哦 人数与前数的关系 好 那现在的话呢 这个 收入啦 收价 收入的话 就等于单价 乘以购买人数 是Y 乘以X 哦 这个是 那个 就是什么呢 就是 赚到的钱 哦 这个是赚到的钱 他把他带进去 这就是 -3 X 加上420 他乘以X 这个是等于到什么呢 -3 X 平方 加420 X 好 那这个是一个抛物线 这是一个抛物线 哦 这个是赚的钱数 他跟什么呢 单价之间的关系 他的话呢 那个最低点在哪里 当X 等于多少呢 2A 就是 -6 2A 就是抛1的时候 -420 他有那个什么呢 哦 他这个顽口是向下的 因为他手腔系数的小 顽口向下 这个时候 他有最大的收入 6 7 420 就70人的时候 诶 诶 那个售价70 70元的时候 哦 这个饰品的话 售价70元的时候 他有最大的收入 哦 是这样子 最大的收入 这个最大收入多少呢 最大收入的话 我们叫做 大M 这的话 等于4A 5是4AC -12 4AC 这是加0 哪里呢 减调率比呢 420 乘以420 他这呼呼得正 这个用啊 6 6-12 6 7-42 2 21 等于到30 呃 后面两个年了 7得7 7得14 14 7得7 這個是賺最多錢的時候 14700 就是說 他那個 最多能夠賺這麼多錢 好,那我們來看看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他說 手機吊飾 售價為多少的時候 總收入會是 1440元 總收入 14400元 把他帶進去 把他解在X 等於戶 塞X平方 就是最高點在這裡 14400大概在這裡 他會有兩個單價 兩種單價的話 他可以賺到14400 那等於是解這個方式 -3X平方 加上420 好,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除以3 把他移過來除以3 X平方 減到多少 3133412 140X 然後把他除以3 這樣多少 3412 3824 00 等於0 那我們來看看能不能交他相成 6 8 48 60 80 加起來到140 11 減減 所以就得到X 是等於60 或者是80 也就是說 你單價賣60塊 或是80塊的話 你的賺的錢 都是14400元 所以第一小題的話 4X是等於60 或者是80 好,那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他說能不能透過 再降手機吊飾的售價 使總收入 到達3000元 不可能啦 頂多啦 頂多 最多只能賺到14700元 這個是不能 不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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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才能 뭔 能不能 造成